上次给大家录了一个牛奶纹的视频 上了一个热门 我看底下评论呼声最高的就是 让我本家也做一个牛奶纹 看看感觉 今天就给你们安排上 首先还是用这个极致黑白的套装里面的白色去打一个底 然后就化成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就行 这款黑色和白色它的上色度比较实 但是我们注意的事项就是一定要薄涂 特别薄的那种 然后上两边色 烤灯的时间要比别的假药椒要久一点 一定要两分钟以上才可以 无论你是哪个牌子的黑色和白色假药椒 都要多烤灯薄涂 然后我们再给这个白色的去上二边颜色 一定要记住薄涂多烤灯 白色上面我们叠加了一个这个安纯淡椒 安纯淡椒不适合太多 少一点就行了 安纯淡椒就是稍微点缀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拿出这个极致黑白里面的这个黑色的假药椒 因为安纯淡椒的色块比较小 我们再用黑色的去给它点缀一些大一点的色块 这样更像牛奶纹的感觉 因为黑色你点的是小色块嘛 这个小色块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然后你们一定要烤灯两分钟再把这个手拿出来 最后整体去上加固上封层就完事了 本甲的小牛奶纹也特别好看哟 既简单又干净 我觉得这小款式挺适合于学生党的 学会的宝贝快去安排起来吧 几句黑白 谢谢大家